好,第六题这题呢,它给你是多态列的顺序 然后给你讲TRNA上反密码的那个序列 要你推出DNA的边马骨 这里是这样算的 如果题目没有特别写的话 通常都习惯头写到尾 所以这边应该是N端,这边是C端 这是多态列 好,那我建议各位以后这种题目呢 请尽量以NRNA的方向 五端读到三端为主 好,比如说NRNA喜欢写中间 五端读到三端 五端在这 那这样子才对下来你的多态列 会是N端读到C端 好,我现在把N端到C端的多态列写在下面 LYS,然后THR,然后是F1 好,那往上推应该是RNA 可是题目又没有给你NRNA 题目只给你反密码子 怎么办呢 你这时候就要从反密码子反推NRNA 好,那反密码子在TRNA上 TRNA或者NRNA的密码子做互补 只要一互补就方向一会颠倒 请看我现在写的方向是不是就颠倒了 好,TRNA从这边读过去是三读到五 好,那我们一个个来吧 第一个多态列 它的那个氨基酸是LYS LYS在这里 它的TR和上的反密码是不是五端读到三端是CUU 但现在我必须从三读到五 是不是要从这边读过去 所以CUU导过来读不是UUC吗 这边的就是UUC 同理THR 它的反密码子是五端读到三端 UGU 我现在反过来读从三读到五 因为这边是三读到五啊 那UGU导过来读还是UGU 我就写下来 UGU 哎呀写错 UGU 那那个SER这个氨基酸 它的反密码子 五端读到三端是CGA 我现在从三读到五 读 反过来读不是AGC吗 这边就是AGC 好 我先把TRNA搞定 它是左边为三端 右边为五端 那我的MRA不就出来了吗 U配A U配A 就要一个个对上去 C配G U配A C G配C 就慢慢对出来了 好 我这边必须写成U 因为这是RNA MRA 好 是不是对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MRA 但题目问的不是MRA 题目问的是DNA的边码骨 好 大家 DNA的边码骨 它的方向跟序列 会跟MRA一样 当然前提是 我不考虑内插整个外显示 好 那边码骨是怎样呢 你就直接对上来 五端 三端 方向跟MRA一样 序列也一样 只是 你必须把U改成T 因为现在描述的是DNA 所以答案就在这里了 这就是DNA的边码骨 以后解这种类似题目 我会强烈简移 以MRA当作中间 你只要MRA的方向跟序列定了 往上推DNA 往下推落台链都推得出来 而我们都习惯 MRA是五端读到三端 所以你把MRA当作核心 方向确定 序列确定 往上推往下推 都推得出你要的答案 等于这一题呢 你必须要从TNA 去推出它的MRA的序列 应该给的是TNA的法案密码子 就照读了哦 反正MRA是五端到三端 那你的TNA就是三端到五端 那你就把它的序列 从三读到五就好了 那这样答案就出来了 这是这一题的解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